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雨晴贷款公司 首席贷款顾问陈雨晴 我也是东北商会的会长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现在在美国非常热门的一种贷款 政府支持的小企业贷款 很多的其他国家的移民 都非常的会利用这种贷款 但是咱们中国人好多都是怕负债 怕借钱 所以很多人也都没有了解到贷款的重要性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们可以随便向你提问吗 好啊 请问雨晴会讲 我们现在的政府 美国政府 到底对我们小型企业想贷款 有什么议会政策呢 这个小企业贷款 就是美国的政府的小企业局 资助的担保的一种贷款 它呢主要是适合那种 就是拿不到普通的商业贷款的人 来就是政府来担保你 那么就是能更容易拿到贷款的人 那再请问一下咱们雨晴会长 政府扶持小型企业贷款 跟咱们这个普通的商业贷款 还有什么区别呢 它是有一点区别 那主要是有优点 那肯定有些点 那首先从优点上我们来看 就是说一般如果您要是申请普通的商业贷款 得不到货批的话 那您可以申请这种贷款 那政府是您的后盾 可以帮您更容易的拿到贷款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因为这个政府既然扶持您了 它就帮人帮到底了 所以呢 它的一般的还款客户 就是还款期限都非常的好 一般呢十年二十年固定的都有的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普通的商业贷款 一般呢都是浮动利息 五年以后 那利息可能就非常高了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您重新申请贷款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贷款一般都是先还的利息 那可能这五年白还了 还的全是利息 就是给银行打工了 但是就是政府的这种贷款都不会 那它比如商业贷款 它的缺点是在哪里呢 OK 它跟普通的商业贷款比较呢 它的缺点 它的缺点 唯一的缺点 就是利息 比普通的商业贷款要高一点点 但是呢 您也要考虑 如果呢 拿到了这个杠杆 如果是能赚到更多的钱 或者能帮助你把这个企业 能够建立起来 那这个就是高了2%或者3%的利息 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呢 这种商业贷款 最终呢就是政府扶持的贷款 您可以随时还清 随时赶都没有问题的 只要是它帮你把你的事业做起来了 那你可以随时更改都可以 也就是它比较稳定 是吧 非常稳定 非常讲理 你提前还还也没有八斤的 对 那我再问一下雨晴会长啊 下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扶持的小型企业贷款 什么人可以申请呢 它有一些什么具体的条件呢 它呢 有一个硬性指标 就是什么呢 您必须是绿卡或者公民 因为呢 它这是美国政府帮助美国人的一种贷款 帮助美国人就业和增加就业的一种福利 所以呢 只有绿卡的公民能接受 那如果你比如说是西巴卡呀 A5卡呀 做普通的商业贷款 我们是可以做的 但是这种不可以 也就是只有公民跟绿卡 也就是如果刚刚到美国 刚刚拿到那个西巴卡 这些临时的这种卡 它是一年到两年都要续月的 这种卡是不可以的 是吧 不可以 那它如果是刚刚达到绿卡 如果是西巴卡 转成了绿卡 刚刚拿到 也没有报税 我们也可以帮它做 但是就是硬性标准就是什么 那请问这种有绿卡的 有公民的这些人 在哪里可以生死到这么普通 是这样 您走在界面上 所有的储蓄银行都可以申请 你比如说BOA呀 什么国泰银行啊 都可以申请的 但是呢 您要看您的基本条件 就是说 如果您的条件非常好 比如说您有经验 金融分数好 你的首付足够高 OK 这种呢 您到哪里都可以申请的到 那如果是您稍微觉得您的贷款条件 有一点点的困难 比如说信用不好啊 刚来美国啊 刚拿到绿卡 或者报税不是够高的话 那您呢 最好是找一家贷款 就是说贷款公司 因为呢 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哈 我们就是 光这个 这种 这种 这种SBA贷款 那我们就有100多家的银行 跟我们合作 那就是 然后呢 不查收入贷款 有300多家银行 跟我们合作 但是要普通的贷款 不管商业贷款 还是住宅贷款 那我们要500多家 那个银行的合作 也就是说 您的材料 拿到了这种 贸款公司的时候 那我们呢 贸款公司 它会 根据您的情况 给您量身定做 就不用您一家一家走 100多家怎么走啊 对 好多银行 一家一家居问 每家的条件都不一样 我里的条件 家里的条件都不一样 对 然后呢 就耽误 您要这家审核 一段时间 哎 没有批 您又去走一家 然后呢 又提交一遍材料 就是大家都知道 提供材料非常非常的难 就是很麻烦嘛 所以 然后呢 您再去再去找 最后好多客人 就是因为这个 没有买到合适的生意 耽误了他的商业进程 比如说 我家地产很多了 我家有自己好几公楼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在我想去酒庄 酒庄也知道 要好几百万是吧 那如果我家里有三四套的房子 是自己家里的 那个 这种固定资产 这样的话 再去申请这个政府 好不好做呢 正常的商业贷款手续 确实很麻烦 就是 很多人买了自己的 虽然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他们也想买个商业楼 商业楼 是未来干嘛的 就是拓展 就像我朋友前两天 买了个240万的商业楼 那为什么 就是说我自己 可以租给一遍了嘛 是吧 做生意用嘛 但是 但是现在 他刚好缺了 现在手上就一百万 那现在还有一百四十万 去了银行去商业贷款 手续整整让他跑了一两个月 这家跑了一个月 不行 那家跑了一两个月不行 完了 这边已经还市已经 人家240万 如果再追下去 马上要被人280万了 要卖出去了 商业楼嘛 那这种情况下 政府小型企业贷款的话 有很大的好处吗 能够帮助这种呢 是这样的 像他这种情况呢 可能是他自身条面上 有一点点的问题 或者那个楼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收租金额不够啊 这种 那么他的问题 不是找 就是SBA loan 还是找普通贷款的区别 而是找什么 银行 还是找贸费的公司的区别 如果他要是找了贸费的公司 你比如说 像我们公司 一百多家联系的银行 普通贷款有三百多家了 那他的情况一收来 我们就知道 有针对性的送到谁家去 或者送到几家去 也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我们百姓去 去贷款的话 去找一些某个银行 它都是一个银行 如果不行 另外一个银行再不行 这样的话 会很累的 像你们的这种公司 就是可以两三百家的银行 都可以掌握到一定的数据完以后 知道哪家公司 一定会帮你能够搞出来 是吧 对 或者知道哪几家 一般我们会找几家给客人 然后呢 因为像商业贷款 就是说每家给出来的利息 和给你的term的offer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啊 没错 我们就会把这几个offer都给客人 他根据他的情况去选 他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我们也会帮助他去指导或者分析 对 告诉他哪些这种贷款的比例 比例都会告诉他 对 到了优缺点都会告诉他 他自己来选 但现在是 今天我们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事情 政府对小企业的补助 这是今天我们大家要谈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因为商业贷款 有商业贷款的 其实所谓的商业贷款 就是跟各家的银行进行贷款 每家银行的利率 还有贷款的比例都不一样 这种情况下 而且查的方式也不一样 有些银行会跟 跟我们说 哎 你 你的 我不要查你的 你只要信用风 我一查一下 我不要查你家里有什么财产 我不查这些东西了 你看 有些银行门口都贴了吧 不查信用 不查你的信用风 怎么样 他们都有各种方式 吸收这种贷款方式 但是 很多人都上当了 为什么知道上当了呢 因为 其实他们 不查你的东西 远远的利率 远远比你正常的 你正常去做的利率 一定高很多 那是的呀 包括这种 HBA loan 也比普通的商业贷款 一些要高一点 所以我都建议我的客人 如果你买房能做查收入 当然做查收入咯 你如果是买商业或者做生意 如果能申请普通的商业贷款 当然是申请普通的咯 对 但是如果你申请不来呢 你因为申请不来了 你就不买房了 你租房 你一年据失房费有多少啊 对不对 你因为多的那一点点利息 你商业贷款申请不来 你不申请这个HBA贷款 你生意做不来了 也就是说 所以要想已经看好的一些商业楼 因为这些商业楼 是可以租出去的 又可以做生意的 这种情况下 要拓展自己的 将来的这种收入的话 还是找政府的 那个帮助小企业贷款 这种路径 就是最佳的条件 对不对 如果是拿普通的商业贷款 拿不到的话 那政府呢 可以帮他担保 那利息可能高一点 但是首付可以要求的很低 对呀 所以说 他先得到了这种商业楼 当然就先和算了 因为房子一下子涨了几十万 跟你一下子 一下子你高百分之二 对 你要去想想这点啊 我拿到这种楼 我马上就可以租出去了 因为人家看 做生意嘛 做商业楼就是要把这个楼先买下来 就是也是自己的固定资产那样 是不是 等你错过的这个机会完 这商业楼没了 但如果你正常的按 银行的去贷款 省和手续 虽然它是两个月 是不是 如果两个月没拼下来怎么办 那就四个月 四个月再 你再找一个 那六个月 看好的商业楼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 已经早就没有了 现在的房子 纽约这房子 这各个地方的房子都是很抢手的 尤其是商业楼 你说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说金山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很好啊 就是说 您的这个朋友 最开始就是应该找这种猫腿公司 对啊 他能不能做普通的商业贷款 如果不能 我们就 一开始就不要申请了 他已经找了商业贷款了 但是花了两个月时间 人家就 已经看价格跟房东都谈好了 但是还是没拼下来 这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解释的 为什么找政府 帮助小企业 做这种贷款的途径 最好的方式了 银行贷款都是单方面的 而雨晴贷款公司 跟银行的 某家 某个银行的贷款公司 完全不同 请介绍一下 你们雨晴贷款公司 跟其他的 某个银行的贷款公司 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呢 我们和银行的不同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有很多家银行合作 那么我们公司 我们雨晴贷款公司 和其他的 贷款公司的区别呢 就是呢 首先我们的 合作银行比较多 我们现在有500多家 当然了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啊 就是 SBA贷款 我们有100多家 其二呢 就是说我们有 专门的团队 去帮您做这个 生意计划书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SBA贷款 您可以没有经验 您也可以 没有资金 但是呢 您的商业计划书 是最重要的 刚才我讲过 就是说 您的这个项目怎么样 那怎么表现的 就是这个商业计划书 我们的团队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 team leader 三个经济master毕业的 他专门就是写这个 非常在行的 我们就是 一条龙鼠 从申请 那帮您写这个 申请报告表 到那个 写这个商业计划书 我们都会 给您一条龙鼠 您不用抄心 而且呢 我们的团队呢 很多人都是说汉语的 就是沟通上 不会有问题 也就是现在 如果在商业贷款方面 如果大家 如果碰到就是 你自己去找的 某个银行 在商业贷款方面 碰到一些很大的困难 比如说贷款不下来 比如说自己 刚才我所谈的 就是我想买个商业楼 然后是租给别人 做生意院的 那这种情况 贷款不下来的时候 得找雨晴贷款公司 雨晴的贷款公司里面 500家里面 在商业贷款 这块 就是通过各个银行 筛选完以后 找出最好的 贷款的模式 方便给大家 但是如果在商业贷款 当中这么多的 几百家 也就是如果您 去一家一家银行 你要找500多家 你想想 就可以统计出来 商业贷款 行的中 还是行不中 如果行不中 雨晴贷款公司 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往政府 贷款给小企业 这种模式 走这条路 把SBA 他这条SBA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走到政府 补助小企业的这种模式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政府支持小企业贷款模式 还有商业贷款模式 也就是说不管走哪条路 都找我们的雨晴贷款公司 请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公司的联系方式 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我们公司呢 在华盛顿DC和纽约 都有公司的地址 在纽约呢 是在大静 在DC周围呢 是在马里兰 我们的中文的服务热线 屏幕上 然后呢 您也可以加我的微信二维码 我呢 可以随时跟您保持联系 就是我们可以做50个州的商业贷款 和不差收入贷款 也就是全美的哦 全美都能做哦 对 好的 那就是全美的同胞们 如果需要贷款方面的咨询的话 请跟雨晴贷款公司联系 雨晴贷款公司服务全美